三年前,美国陆军退伍军人尼可·沃尔科特在北卡罗莱纳州的费耶特维尔开设了一家提供漂浮疗法的健康中心 原本一切顺利,但随后新冠病毒流行开来,他被迫暂停营业了三个月 沃尔科特决定向多个非盈利组织申请援助,其中包括家园防线行动 这家非盈利组织通过租金补贴,水电费补贴,还有食品援助等方式,帮助面临财务困境的军人家庭 在沃尔科特提交的50多份援助申请中,他已经收到了10份回复 沃尔科特的生意在5月下旬重新营业 我认为我的视频是令人更大,并没有伤害和这个疫情 ,它没有什么问题像 COVID-19,它都要往过长 所以,我必须得找一种做法,让它对持续练到是否进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